欢迎各位学员来到线上课程学习网 我是自强南超人 在接下来的课程会陪你学习 在进入课程以前 建议你先参阅使用说明及课程简介 让你更了解本课程学习方式与注意事项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课程吧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严大任 目前任职于国立清华大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系 今天很开心在这里能跟各位同学一起分享 半导体制成原理与概论 这门课程中最重要的一环 也就是黄光围影制成技术 为什么我们说黄光围影制成技术是最重要的一环呢 它的原因如下 第一因为黄光围影制成技术 我们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大量的以及普遍化的制造我们的半导体原件 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半导体制成是一个多么的原因 第二个我们发现目前大家想要把原件越做越小 比方说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一个奈米科技 关键在于怎样把原件越做越小呢 这个答案就是黄光围影制成技术 今天我们会讲以下的几个主要的主题 第一我们将会介绍黄光围影制成的一些基本概念 接下来我们会仔细的介绍黄光围影制成中的一些制成的flow 接下来我们会探讨一些有关于光学方面的物理 比方说为什么我们会有绕色的极限 接下来我们会谈到怎样在不同层之间做一个矫正对准的动作 最后我们会补充说明 在目前一般传统的黄光围影制成技术外 还有哪些非常前瞻以及具有潜力的围影技术 以上五点就是今天将要探讨的主题 首先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从介绍黄光围影制成这个概念开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投影片 我想各位同学已经相当熟悉这个趋势 也就是非常著名的Morris Law 他告诉我们半导体元件的尺寸大小会越来越小 同时呢他的performance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好 这就是非常著名的Morris Law 事实上当我们当半导体元件越做越小之后 他除了密度变大速度变快之外 还有许多很好的附加价值 比方说他消耗的能源会变少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push我们要将元件越做越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关于半导体制成的process flow 基本上我们可以将整个半导体制成分为四个modules 分别是黄光、石刻、扩散以及薄膜这四个module 而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将会在于介绍中心这个黄光围影制成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围影制成的一个基本流程 首先各位同学可先从图上方这一个小的图形看起 灰色部分就是我们的second substrate 假设我们在second wafer上面长出一层黄色的薄膜之后 我们要在这个连续的黄色薄膜上面定义出我们所需要的图形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首先先涂布上一层蓝色的光组 接下来再利用我们已经制备完成的光照 在这光照上面呢有我们即将转移的图形 接下来一个动作就是将我们的光源铺设在光照上 透过这个光照我们可以很成功的将光照上面的图形 转映至我们蓝色的这一层光组上面 以上所述就是一个围影制成的基本流程 但是同学可能会发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这边我们会看到两个箭头的方向呢 它是这样子的 各位同学首先看一下左边这个图形 你会发现在左边这边转映成功的图形 蓝色这个小的长方体 刚好会与光照上面的这个定义的区域一模一样 针对这种情形我们称它为正光组 这个图形成功的图形